大家好,我是老万 我们绝大多数车友在买车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词叫纠结 纠结这个事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就是买错车了 为啥呢?因为这里面缺乏标准 你们总是吐槽说中国房车缺乏标准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车友在自己买车的时候心里有标准吗? 你对自己的需求了解的够特彻吗? 我们现在棚底下摆了三台车 这边是轻卡房车,这两台是轻客房车 这个是H500底盘的山东早账美金美加的卡具500 那么这个呢是大持的,托亚诺底盘的 这个是赛德的伊维克底盘的 他们三台车,这两个是轻客的底盘 这个是轻卡的底盘 他们每个车也是不一样的 你要根据自己的标准去选择他们的标准 你比如说这个车的特点就是空间大 但是它的驾驶感受一定不如这两车好 虽然说驾驶感受差距没有那么大 那么这两台车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是轻客底盘,它开架要比它舒服 但是它他俩的空间一定比它要小 那中间这个大石呢,又比左侧这个赛德要便宜一点 所以有些车友是既想要这种轻卡房车的大空间 又想要轻客房车这种好的驾驶感受 这个就是标准错乱 这个目前来说在中国你是买不到这样的车的 如果你带着这个标准就会去纠结 你带着这个去标准就不好下手 下手了之后就会不满意 买了一个轻卡房车就嫌它不好开 买了一个轻客房车就嫌它空间小 这个不是车的问题啊 这个是你的问题,对不对 好,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 有什么问题评论区找老万 这里欢迎大家来万家灯火房车俱乐部 向何房车体验中心 360度体验房车